大家好,那么在这个细节课程当中啊,咱们要讲一个人脸关键点检测的项目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人脸关键点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先来看我这个界面 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界面是随便找了一个手机的摄像软件 咱们从这个效果来看 就是说它把咱们手机拍出来人上面加了一些特效 那么加完了这个特效之后啊,是不是说咱们这两个小女孩看起来可爱些啊 就是说感觉啊,比较好玩这个事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一说 就是说这种手机的贴头软件它是怎么做的 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对于这两个小女孩来说啊 都是说在她的鼻子上加了一个小狗头 然后呢,这上面啊,加了一个像是大耳朵的东西 然后眉毛上又加了一些东西啊,这块还加了一些胡须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哎,这些特效的一些元素啊 是怎么样加上去的 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嗯,这一块的这些胡须还有这个鼻子 是不是说跟咱们人的鼻子啊,是完全重合上的了 可以说就是说,像是把一个元素贴在咱们的鼻子上的 然后呢,对于上面这两个眉毛也是 是不是说把咱们的眉毛给盖上了 换上一种新的一个特效的眉毛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哎,这个东西啊,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不是说啊,我要做这个贴图 首先第一步我需要找出来你这个鼻子在什么样的位置啊 我首先需要知道咱们摄像出来这个人,哎,他的鼻子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呢,我就需要,哎,把我手里拿出一个元素 再贴到你这个鼻子上 是不是说就完成了咱们这样一个特效相机的操作了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个特效相机 其实呢,它就做了这么一个人脸关键点检测的东西 它需要啊,把你脸上很多的关键点 比如说这张图来说,鼻子的关键点啊,嘴巴的关键点啊 眼睛的关键点啊,眉毛的关键点啊 很多的关键点,它都需要检测出来 然后呢,再把它需要的一些贴的东西啊 给它贴到咱们这个关键点上啊 就完成了咱们这么一个贴图相机的工作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来说一说 咱们接下来要讲的啊,这个人脸检测算法 一个大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那么首先呢,我希望同学们啊,明白一点 就是说,咱们最终想要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对于这个人脸来说啊 咱们不是要做这个关键点检测吗 假设说有五个关键点啊 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还有两个嘴角 那么咱们最终啊,想要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五个坐标值啊 也就是说呢,咱们最终想要的 它不是一个类别,而是一个区间上的值 对于每一个坐标来说啊 它都是一个区间上的值,是吧 所以说呢,一会儿啊,咱们要做的这个任务啊 它是一个回归的任务啊 而不是一个分类的任务 咱们主要啊,是要基于这种回归的思想 来去做这个事 那么下面啊,咱们简单来说一说 咱们怎么用回归来做这个事啊 比如说呢,首先啊 咱们让咱们的网络进行一个预测 比如说啊,咱们这个网络一开始 预测到了这个一号点 然后呢,这个一号点啊 咱们认为,这是网络预测出来的 它的左眼睛在什么位置 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左眼位置啊 咱们有个label值,是吧 咱们用这个二号点来当成咱们的label值 咱们现在啊,就可以做一个对比 就是说,咱们预测的点啊 跟给定label值 也就是说,咱们预测值跟实际值之间 是不是有个距离啊 我们看,这块我用一条线来表示 一号点和二号点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啊,咱们用d来表示 这个距离呢,就是代表着 咱们预测出来的值啊 跟实际的值相差有多大 那么也就是说呢,咱们可以用这个值啊 来当成咱们的一个loss function啊 就是说,通过这个距离来定义咱们的损失函数 那么在这里啊,咱们一会儿使用的这个损失函数啊 是欧式距离损失函数 也就是说呢,算一下咱们预测点 跟给定label值之间点的一个欧式距离 下面咱们要做什么 咱们既然有了这个loss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希望说这个loss啊 能越小越好 也就是让咱们给定出 也就是让咱们网络预测出来值啊 跟咱们label给定值啊 越接近 所以说呢,咱们一会儿啊 就让网络基于这样一种啊 优化的办法 去啊,去让咱们预测出来点 不断去拟合咱们真实的点 最后呢,能给出一个比较啊 比较还算满意的结果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来说一说 咱们的这个算法的框架 是长什么样子的 可以说啊,就是说 要做这个五个关键点的预测啊 其实并不难,是吧 只是一种回归的算法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一种最常见的办法就是说 我把这张图像啊 完整的输入到网络当中来 然后呢,给定一个label啊 比如说一个label就是一个 咱们不是要预测五个坐标吗 每一个坐标是不是都有 X坐标和Y坐标 那么咱们一共啊 要给出来的label值 是不是就是10个坐标值就可以了 给咱们的网络10个label坐标值 然后呢,把咱们的图像啊 传进去 最后告诉咱们的网络 你要用这个欧式距离 给我算一下lose 然后啊,你这个网络 就去给我优化迭代就可以了 这么能不能做 这么能做 也是咱们最直接 最基本的那种做法 但是呢,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啊,直接让网络 从一个整体上去预测 每一个关键点在什么位置啊 可能来说不是那么准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一会儿要做的算法 就是说,咱们把这个关键点 预测的任务啊 分成了三部分 咱们分别来说一下 分成三部分的意思呢 就是说,第一部分 咱们要对一个全局 做一个预测啊 全局做预测 就是说,我一张图像来了 比如说,这有一个大真点 咱们对这个大真点啊 去预测一下 它的每一个关键点 在什么位置 比如说,我预测出来了 十个关键点在什么位置 那么咱们第一阶段 可能并不是很准确 比如说,我预测出来了 第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点是一号点 我们这个点是二号点 二号点是咱们预测出来的点 一号点呢,是给定 类部值的点 我们看啊,这是不是 咱们经过了第一阶段预测之后啊 可能还存在一个差异值啊 那么咱们还要有第二阶段 咱们第二阶段怎么做呢 咱们第二阶段 就要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比如说我第一阶段 是不是说预测出来一个点的位置了 我在这个预测出来的 这个点的位置上 我取那么一小块 比如说我画这个方框 就是代表我取了这么一个小块 我取了这么一个小块啊 我在这个小范围上 进行一个二次的预测 在小范围上 进行一个二次的预测啊 就是说我要在这个小范围上 再对咱们这个眼睛的关键点 也是只对这个眼睛的关键点 再做一个预测 也就是说呢 在咱们第一次的预测基础上啊 对于这么每一个关键点 再做一次微调的操作啊 比如说对于左眼睛是这么做的 右眼睛来说也是一样的 鼻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两个嘴角来说也是这样 在咱们第一次预测基础上 咱们不是已经能得到 这么五个坐标点了吗 那么在啊 咱们得到的这五个坐标点之上 咱们再画出一个这么小框 取那么一个小的派置啊 取那么一小部分 再做这么一个微调的操作 使得呢 咱们的网络啊 能够去学习一下 咱们在第二阶段 咱们该怎么样的微调 能使得咱们的关键点预测 更为准确一些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第二阶段 要做一事儿 好 那么第二阶段做完之后 咱们还有个第三阶段 那么其实呢 这个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它们两个做的事儿啊 是一样的 那么在咱们第二阶段做完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 还是这么五乘以二 十个值的坐标值啊 也是说呢 咱们第二阶段得到了 稍微准确一点值 那么第三阶段 咱们还是要做这么一个微调 在咱们的第二个阶段基础上 咱们还要去选这么一个小框 然后呢 在这个小框上啊 再做一个微调啊 说白了就是说 首先咱们先通过一个全局 进行一个预测 然后呢 咱们全局预测完了之后啊 咱们还要分两部分 剩下那两点部分呢 就是说 你每一个点 在你这个点 一个小范围区内 再对你这个点 做一个矫正的操作 那么这个 就是咱们一个 这个就是咱们算法的 一个整个的框架 那么其实来说啊 咱们还可以再往南说啊 不是说往南 再往复杂做一点 比如说呢 还是这个点 那么咱们第一阶段 咱们刚才说了 第一阶段就是 你一张图像来了 进行一个全局的预测 那么这回啊 咱们再加深一点 游戏难度啊 咱们这回呢 我们哎 就是说 我们分成三部分啊 把第一阶段 这个全局预测 再分成三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 哎 还是一个全局的预测 是吧 五个点一起预测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 哎 我可以啊 对你这个眼睛 爱和咱们的nose 做一个部分的预测 比如说呢 把咱们这个图像啊 分成了上下两部分 是吧 上半部分啊 是包含眼睛和鼻子的 比如说这里啊 包含了 我们看这里是 包含了五个关键点 这里呢 是包含了三个关键点 咱们啊 还可以把这个图像 进行一个裁剪 裁成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那么对于这个上半部分来说啊 它是有三个关键点组成的 咱们可以通过上半部分 看一下咱们的眼睛和鼻子 在什么位置 得到这三个关键点 然后呢 第一步啊 咱们是通过全局 得到五个关键点 那么第三步啊 就是说 咱们还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鼻子啊 和嘴 这三个关键点啊 又在什么部分 咱们也可以啊 做的稍微难一些 就是说 把第一阶段 再拆分成三个小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个全局的 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只预测一下 你这个鼻子和眼睛 不看你这个嘴啊 把咱们图像进行个裁剪 取上半部分预测这三个点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说 取下半部分 再预测一下鼻子和嘴角 这三个点 然后呢 这个三个点预测完之后 把它们进行一个组合 组合呢 我们看 第一部分预测了一个眼睛 第二部分也预测了一个眼睛 是吧 那么最终眼睛坐标呢 就是由一加上二 取它们的一个均值 来这么算的 那么对于嘴角也是一样 对于鼻子来说呢 鼻子来说 我们看 鼻子有全局的鼻子 加上第二部分的鼻子 加上第三部分的鼻子 那么我们皮子的点 就要除以三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还可以啊 把第一阶段 分成额外三个小部分 这个先讲的 就是咱们一会儿啊 要做的一个算法 这个全局的框架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